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规定不管是货物还是船员都必须接受海关人员和解放军的盘查 在这一环节外国船员总会想方设法 故意挑衅 虽然已经是常态了只要不惹出大乱子 工作人员一般都会选择视而不见 可日本船员的做法却让很多人根本忍不了 当时他们走下商船正好经过港口的升旗台 其中一名日本人故意找麻烦拿脚去踢升旗台 甚至还将鞋底上的脏东西甩在了上面 同时嘴里几里咕噜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附近的巡逻战士看到后立马上前制止 可日本人压根儿不当回事 更是说得来劲 态度格外嚣张 解放军战士忍无可忍之下 直接抬高了枪托砸了过去 刚才还扬自得的日本人当场就被砸晕 之后被拘留在了港口的哨所里 直到日本人承认错误 道了歉才离开 虽然巡逻战士的行为违反了纪律 接受批评后还受到了惩罚 但在那样的环境下 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容忍不了 此次被报道后不少网友怒火中烧 纷纷评论实在是太极气了 事实上早些时候 日本人侮辱五星红旗的事情时常发生 他们正是看准了中国人不敢出面制止的心理 才愈加嚣张过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